小鸭新婚第二天得知了向流的死讯,万剑川芯化作血水,所到之处草木皆亡,连土都变得焦黑,到后来竟然整个海岛都再无一个活物。 小鸭听到这个消息后,如同利剑川芯双耳昏明,胸口疼痛欲裂,她脸色泛白,甚至不停地打哆嗦。 她喃喃说了这样的一句话,我没事,我早有心理准备,刚认识她时,我就知道有这一日,我一直知道。 小鸭真的对向流毫不动心吗?她从一开始就动了心,只是一开始就料定了向流的结局,于是她把一次次的动心死死捂住,隐秘到一个不见天日的角落里。 她从小看见了外祖母和母亲,为情落了怎样凄惨的结局,她则为后辈,为这些受尽了苦楚,她吃的苦太多了,这辈子也不想再吃这情爱之苦。 向流死后,小鸭做了三件事,大婚第二夜不入洞房,痛哭到天亮,大婚第一夜,小鸭和图山景没有入洞房。 大婚第二夜,小鸭因为得知了向流的死讯,直勾勾地盯着帐顶,然后起身坐到外面的御街前,看着月亮,想向流。 她和向流也有过那么温柔的时刻,两个人曾经拉着手,曾经病着肩,看月亮。 她开始急急忙忙地找星星镜,发现那两段记忆没有了,她一下子慌了,不敢相信,一遍一遍地探查,不知道寻找了多少遍,可依旧什么都没有。 她不可置信,先是流泪,然后喷涌出无限的恨意,将镜子狠狠砸出去,一串串泪珠,潸然落下。 她开始回忆向流的一切,在清水镇时,她是文小六,她是向流。 虽然总是针锋相对,她却会在受伤时藏到她的屋子疗伤,她也会不知不觉把从未对人提起的不堪过去讲给她听。 在轩辕城时,她是浪荡子防风被,温柔体贴,玩世不恭,却认人真真,一丝不苟地传说了她十几年的剑术。 在海底沉睡了三十七年时,她们曾夜夜相伴,那大概是向流最温和的时候,没有利用交易,没有针锋相对。 有的只是一个带着另一个在海底徜徉,一个偶尔说几句话,一个永远的沉默。 在赤水婚礼上,她来抢婚,要她履行承诺,还问锦要了三十七年的粮草,她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失去一个虚假的身份,她却名誉尽毁。 最后一次见面,是因为蜂龙的死,在两人曾一起游玩过的葫芦湖上,她想射杀她,她利用锦的死,煽动她为锦报仇,那一夜,她几乎要尽了她全身的血,只是为了储备一点疗伤的药丸,她和她冷酷,发誓永不相见。 她后悔最后一面,对着向柳说了那样狠的话,不管她怎样冷酷无情,她都不想说那些话,她就那样无助地哭到了天亮。 小妖真的不爱向柳吗?不爱,为什么会恨,为什么会悔?为什么会痛,为什么会哭,为什么会不舍,拼命想留住点什么? 去向柳曾说过的小岛定居,向柳什么都不肯给她留下,可是,小妖明知道向柳的决绝,还是拼命想要记住向柳,她哭到天亮后,决定离开到海上去,去向柳曾经给她说过的那些美丽的小岛。 她最想跟谁相伴,她拼命不想说出口的答案,在这一刻,招然若揭。 向柳曾经给她描绘的一切,早已经是她内心深处最好的向往。 如果没有红江,那将是向柳最期盼的归宿,而小妖在历经千三之后,最想去的地方,便是向柳最期盼的归宿。 她最后还带走了佐尔,那个她和防风被在生死场救赎过的奴隶。 佐尔说,我会帮她保护你。 佐尔和向柳一样,恩怨分明,在佐尔心中,贝有恩于她,她肯定想着,一旦有了机会就要报恩,可贝死了,她就把欠贝的都算到了她身上。 向柳死了,可是向柳救赎过的佐尔,却会永远陪在小妖身边保护她。 佐尔问,你会想念她吗? 小妖轻轻叹了口气,没有回答。 佐尔非常固执地盯着小妖,又问了一遍,她不在了,你会想念她吗? 小妖道,会。 佐尔笑了,对小妖说,她会很开心。 长相思,到底是谁的长相思? 从来不是小妖和图山景的长相思,是小妖和向柳的长相思。 对着大肚娃娃第一次展颜欢笑,小妖打算离开之后,开始收拾行囊。 所有珍购的礼物都不能让她展颜而笑。 自从知道了向柳的死讯,她再也没有笑过。 可当她看到了阿比送来的那个大肚娃娃,大肚娃娃没什么实际用处, 但小妖觉得可爱,捧在手里,越看越喜欢。 大大的脑袋,大大的肚子,穿着个石榴图的肚兜, 立着小嘴,笑得憨态可居。 小妖忍不住,也对着她笑起来。 没有谁比向柳更了解小妖,更懂得如何让小妖高兴了。 只有她触及到了小妖最真实的灵魂。 很多人曾经讨论过了解与爱的话题, 到底是一个男人爱你重要,还是一个男人了解你重要? 最了解小妖的从来不是屠山景, 甚至于小妖最痛苦不堪的过往是没有告诉过屠山景的。 可是,她全部告诉了向柳。 她把自己无力自保,无人可依,无处可去, 这些内心深处最渴求的东西只告诉了向柳。 而也只有向柳真正理解了她, 并且为了让她一生无忧,数次丧命,流进鲜血。 苍玄为了小妖做过什么吗? 小妖一路扶持了她,把她看作最重要的人, 为了助她登上权力之爹,数次以命相护, 最后,她杀了屠山景,让小妖生不如死。 屠山景,又为小妖做过什么吗? 小妖救了她的命,救赎了她的心, 可是她为梁博的亲情牵绊,一次次失信于小妖, 让小妖伤心,痛苦。 只有向柳,她为了小妖一次次放过了苍玄, 为了小妖救了屠山景,她教小妖练剑。 在屠山景跟防风异应纠缠不清的时候, 以防风被的身份配在小妖身边, 讨小妖开心。 小妖几乎每次遇到危险,最后救她的都是向柳。 到底是谁让小妖一生无忧? 不是苍玄,不是屠山景, 是向柳,用命,用血,用最赤诚的心, 让小妖有力自保,有人可依,有处可去。 小妖对向柳而言,到底算什么? 小妖痛哭的那一夜,流着泪看着天, 一次次质问向柳。 向柳,为什么?为什么?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? 为什么连最后的记忆都不肯留下? 难道百年相识对你而言,都只是交易计算吗? 向柳死了,连尸骨都没有留下, 没有人回答她。 向柳,到底把小妖当作什么呢? 她心甘情愿为她种下了情人骨, 在大海深处,她与小妖一次次度气亲吻。 她任由小妖拉着手看月亮, 当小妖成了王姬, 她化身了防风被,只为了陪伴小妖。 将小妖练剑,逗小妖开心, 她像娇人一样,铸造了艾巢, 把小妖放在里面。 37年相拥而眠,血肉相容。 她救了图山景, 让图山景有机会回到小妖身边, 陪伴小妖一生。 向柳把小妖当什么呢? 当成了妻子, 爱人, 当成了自己的求而不得, 当成了自己不配得到的珍宝。 当成了自己, 愿意为之死了一次, 又一次的挚爱。 当成了自己这一生最温暖, 也最甜蜜幸福的一个所在。 因为有小妖, 她体会了牵手, 亲吻, 拥抱, 嫉妒, 爱和隐忍。 还有那铺天盖地的自卑, 和无怨无悔的付出。 小妖微笑着, 温柔地看着她, 心中有着说不清, 道不明的滋味。 很多很多年前, 向柳是不是也是这样子, 看似狡诈凶狠, 却又质朴简单。 如果那个时候她能遇到向柳, 是不是向柳, 也可以找到一个心爱的女子。 她会带着她一起去花药的店铺里买香露, 一起去藏在生象里的石铺子。 小妖下意识地去看向柳, 向柳侧身而立, 望着海天深处, 唇盼含着一丝温和的笑意, 因为唇角这个浅浅的弧度, 她完美的侧脸不再冰冷无情, 有了一点烟火气。 我想, 以这段话结尾, 如果向柳最初遇到的, 不是舍命在沙场的红浆, 而是只求有人保护, 有人相伴的小妖。 那么, 她和小妖会不会有一个最美好的结局? 她能保护小妖, 能陪伴小妖, 能带小妖去一个最美丽的海岛, 快乐地像两条小鱼, 在大海里尽情地遨游, 看尽海底繁华。